想要研究这个疫情经济并不简单 就知道有一个大学生 在学校风景队19星期毕竟训练之下 成功来研究这个疫情经济和疫情经济 学生临近来付出 也会给自己这个未来主要 是打了最好的基础 当初做会人是 设计各种的这种类 除了爱情设人的分辨这种品 竟敢爱设计各种的疫情交换 大业大学观光参与学院的这个陈俊华老师 于19星期来训练 福德学生成功科组织 以及技术的竞教 在我们学校里面 一年级进来 二年级三年级 那我们学校开个丙级的证照班 那学生要从丙级先取得之后 才能进入到以及这张证照 那考以及这张证照要经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我们要去考 如何去调制一杯酒出来 第二关他要去闻酒 那第三关就是要咖啡的拉花 那拉花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爱心 一个是叶子 所以这三关一定都要通过 才能顺利去取得以及的证照 那以及的证照 总共要备一百多杯的一个饮料 全部要备在脑海里 以及严定的这科技 在数科科技内容 有这条酒 比酒和咖啡 拉花丁丁的行方 都是相当专业 科教的这个台下信就表示 一开始联系这咖啡的拉花 一直没办法成功为出好看的作品 后来在老师的记得之下 才突破自己的问题 我会刚好我们工作的地方上 也有咖啡机可以让我自己去练习 那每天就是练个两杯拉花 那从一开始的拉不太出来 跟那个奶泡打的也不是很好 会打太厚或太薄 那渐渐的来这边练习 跟在公司地方练习 完之后奶泡的稳定度 那这样去做那个融合 奶泡牛奶咖啡的融合 那慢慢的可以把那拉花图案给拉出来 拉爱情跟那叶子这样子 净角最重要 这一级技术师是在过来 因此丢队最高的领域 科处在净角就能够創业 十三位党员参加在科技 总共有十一位党员科处 科处论是大约了八成五 熟悉努力交出最好的这个信息 中西新闻科学院大传播的 中西新闻科学院大传播